各位小伙伴,秋天是放黑鱼的旺季 这一晚我刚才看完两条全都死掉了 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这个网放在草底下的时候 上面的草不能盖得太结实 就是让这个笼子动都动不得 这样子的话它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网顶出来透气一动吧 死掉了 黑鱼它是用背呼吸纯空气的 它无法从水里获取消气 然后这个泡沫的话 正常放的话黑鱼是不会梦死的 因为它可以用很大意义要顶出来透气的 然后这个泡沫好处有很多 当然也有一个坏处 就是无法识别里面有没有货 这种泡沫安装法 还有一个坏处就是 一定要弄大一点老一点 如果用细了不老的话 被大货在草上面一甩 这个泡沫就甩断了 甩断了这个笼子它就沉底 沉底然后或者是被鱼给拖走了 笼子就找到了 两块断掉的泡沫飘在水上 所以说泡沫要牢固 有好处有坏处 另外普通这种漂浮办法 一个笼子进了三条黑鱼 大概率会梦死一条 也就是说三条会死一条 还有就是发到十个黑鱼 会有一条到两条笼子